女人就算再爱一个人,也不要做这四件事情。 在感情里两个人必然是要互相宽容,互相磨合,绝不能毛对毛,刺对刺,否则生活肯定过不下去,但是凡事都有原则和底线,不然的话宽容就变成了重容,磨合就变成了放弃。 对于女人来说,就算你再爱一个男人,也不要去做这四件事情。 1.有了老公就忘了爹娘,老公没了可以再找,但爹娘只有一个,失去了就不会再有,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男人,任何一对爱情,值得你为了他丢下父母,抛下原生家庭,幸福的爱情一定是得到父母的祝福,所以哪怕你再忙,再爱老公,也记得留10%的时间和心给父母。 2.老公出轨轻易就原谅,每个人都有可能就犯错,有些错可以轻松原谅,但是有一些错误,绝不能轻易原谅。 对于女人来说,如果你轻易的就原谅了老公的出轨,或者在老公说出绝情的话,比如过不下去就离婚20%,就委屈的选择原谅了他,那就真的傻了,男人只会变本家里,越来越不珍惜你。 3.为了男人放弃事业,女人不要轻易的相信,他负责赚钱养家,我负责貌美如花。 4.你要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真的在家待着,男人总有一天会烦你,嫌弃你的。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,这样在夫妻生活中才会有足够的话语权。 女人不要为了男人放弃大好事业,可以退步,绝不能放弃。 4.分手后苦苦哀求,任何一份感情都要有一定的原则和底线,爱要爱得轰轰烈烈,分要分得潇潇洒洒。 5.在男人提出分手后,女人要好好考虑,值不值得挽回,值不值得争取。 5.如果在她的心里,你已经死了,就真没有必要再强求了。 5.男人的爱是用女人的魅力吸引来的,绝不是爱求,那只会让男人看不起你。 5.你能够带走?